教育和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和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我在今天代表团讨论的时候 一个中学校长 一位中学校长就说 现在 县乡中学 还是缺乏 优质的教师资源 教师的待遇不高 学历也很难提高 我们今年要下决心 加大对县乡教师培训的投入 让他们能够在职便利的提高学历 职称平定要采取优惠倾斜的政策 对于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 只要拿到居住证的 一定要让他有受教育的机会 我们绝不能因为孩子 家境区域不同 输在起跑线上 机会公平当中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来自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